我所谓的外地从台湾以外的 有没有 这边也有从国外来的 那也有从中南部来 对不对 那我也马上又要出国 所以现在很多人飞来飞去 这个飞来飞去 也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两百年前 我们住在一个村庄里 可能一辈子就住在那个村庄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 要抵抗的 要打的仗 就是在那个村庄范围里的细菌病毒 黴菌寄生虫等等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国际间飞来飞去 带着各国的细菌病毒在那里散播 所以变成什么 我们现在的免疫系统 要打的仗 是要抵抗全世界的细菌病毒 前两年我记得还有一个新闻 有人到印度去拍戏 自己回来就感染了这种超级细菌 那的确现在这一类的问题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现在跟这个人差不多 而免疫系统却又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90%的疾病都是跟我们免疫系统失调有关 无论是神经系统 忧郁症 老年痴呆 今天各位拿到的这本书 如果拿到的话 这后面有149篇 几十年来的各方面极力的研究论文 的论文摘要 然后我又拿到了最新版本 在美国他们更新的版本的发现后面又加了十天 加的那十天里面至少有三天 是在讲老年痴呆症 所以表示现在人类这个问题也变严重了 所以这都是免疫的问题 代谢内分泌 心血管循環系统 这些都跟我们的免疫息息相关 当然其实我还真想不到什么跟免疫无关的 就连我们摔断骨头要恢复都需要免疫系统的帮忙 那我们平常用这样一个图 你这个看得出来是什么吧 潜意式冰山图 冰山 冰山 对 不是蛀牙 不是这个坏掉的牙 它是冰山 我们讲到冰山的时候 联想到的是什么 冰山翼角 意思是什么 看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也就是说真正看得到的部分 大概只占百分之二十 我们称作临床疾病 而在看得见的范围以下 那个才大 是临床疾病以及脆弱区 那什么是健康呢 对不起 底下这个图有点没有秀出来 就是真正没有受到侵害的 才叫健康 所以现在我们都在亚健康 如果你去医院检查说你生病了 你已经是浮在水面上的部分被看到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还隐藏在看不见的范围 这个呢 是当传输因子应用在我们免疫的反应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不同 我们举其中一个例子好了 NK cell 自然杀手细胞 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我们免疫细胞里一个非常强悍 积极主动 专杀癌细胞啊等等的 你可以看到在没有用传输因子的辅助之前 如果有病毒侵入它是在第三天半它的活动力达到最高 也因此把整个的这个病毒的感染把它控制住 之后再经过胖体啊等等把它清除掉 底下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它是在第一天半它的活性就达到最高 意思是什么 我们生病的机会就会大幅减少 那传输因子不光在美国有在研究 在中国大陆它称作转移因子 他们也研究了三四十年了 今天在座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个会上里没有 那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医生 他是说他们三四十年前就在研究 我在美国也遇到有一位护士 他二十年前就替江泽民注射转移因子 也就是所谓的传输因子 当然萃取的来源以及它的效果 跟现在那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那所以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找得到 它有许多不同的这些转移因子 它的公司有那么多 在美国呢也有许多制造传输因子的这些机构 那传输因子当然就像我们平常讲 这个车子 车子还是好坏差距很大 所以呢我们有机会会再进一步来探讨 传输因子在这几十年的进步发展 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先讲传输因子跟其他东西的比较 在1999年 1999年的一月份 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Institute of Longevity Medicine 这个机构 它对美国市面上 196种宣称 可以改善免疫系统的产品 做了评鉴 在这196种里有46种提升免疫力 可以超过10%以上 当然另外呢 那150种是不到10% 在196种里有46种 可以提升超过10%以上 当然这里列出来的就是相当不错的 第一个这个Nomi Juice 大西地诺利支 听过没有 听过 它可以提升到15% 芦荟15 大蒜精21 所以 董医师 我们山东人 以前就吃大蒜 也是我们国医 这个董医师 知道这个大蒜肯定好 那现在还有新东西 叫出乳粉 有没有听过 它可以提升到23 东虫夏草 董医师 东虫夏草好 对不对 当然也很贵 那可以提升到28% 在当时最高一个叫IP6 基醇60酸 它可以 古类的壳啊 红豆啊 菠菜啊 里面都可以萃续到 基醇60酸 在当时的测验发现 它提升免疫最高到49% 严格一点讲是48.6了 四十五五四十九 就在同年 到了夏天半年后 他们发现了传输因子在市场上的应用之后呢 他们也把传输因子送到同一个实验室 用同样的方法做评估 那一次的评估出来已经让人非常震惊 它可以提升到248% 那当然这个就引起大家的兴趣了 所以继续在这方面 又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那在短短几年之内 到了2004年 他们又发现说 传输因子可以有不同的来源 刚刚我说过最开始 那个Dr.Lawrence 劳伦斯博士 他是在做肺结核防治 是从血液里萃取了传输因子 那刚刚那张图呢 是已经发现说 在哺乳类动物的初乳里也有 这一张图呢 又是他们发现在情类 你知道传输因子 是免疫系统里的这种讯息分子 原来在血液里 那当然是免疫系统里了 那为什么会跑到初乳里 跑到一个食物里 那是因为这动物要繁衍的时候 母体要把免疫力传给下一代 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兽医专家 郭教授 冯教授 都是这个兽医界的 那冯教授也告诉我 小牛六小时吃不到初乳 这次小牛就完蛋了 会感染疾病死亡 那所以初乳是传递免疫力的一个重要凭借 里面有传输因子 那情类不喝奶 它怎么传递免疫力呢 在2004年的时候 他们发现在蛋黄里面有传输因子 所以千万不要想说 那这个食品里到处都有 不适的 混合之后发现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 活性到百分之四百三十七 已经是东崇下草的十五倍了 那当时在做的时候呢 他们是把这个 我看这上面有没有写 自然杀手细胞 跟一种K562血癌的癌细胞混合 看我们的免疫细胞 在48小时能够消灭掉多少癌细胞 在当时有个对照组是用白借素2 这个是癌症的治疗药物 在美国打一针要1200块美金 那它呢 在48小时激活了之后 可以消灭掉 88%的K562血癌细胞 这已经很多了 结果发现强化的传输因子 可以到98% 所以这些的突破 对人类的贡献真的是非常大 而免疫不只要够强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的疾病 可能是因为免疫过于抗净 不是免疫力高 是免疫抗净 这两点有点不一样 你活动力大 但是你乖乖听话就没事 但是你活动力大 打的地方不对 比如像过敏 它不该反应的它反应 甚至自提免疫疾病 你的免疫细胞攻击自己的组织 那就更麻烦 健康的免疫系统应该是在中间平衡的状态 那就科学家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 发现不但在免疫低落的时候 传输因子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力 提升到百分之两百多四百多 同时传输因子还可以做平衡的作用 对于一些过于抗净的免疫反应 它可以把它平衡下来 而且待会各位会看到一个实验数据 它发现平衡下来的时候呢 还并不影响其他细胞活性 各位有没有周围亲友有这种自提免疫疾病 用内部醇的 有没有 有对不对 我们知道长期用内部醇有很多的问题 传输因子 它可以让我们的免疫被平衡下来 而它竟然没有任何副作用 待会会讲到 所以提升可以提升到百分之四百多 平衡呢 我们看看这个是正常的免疫细胞在休眠状态 这个是过斗 传输因子现在可以把它平衡到这样的状态 意思是相当理想的状态 也就是说传输因子对于我们有的时候免疫系统像这样 没精打采 这个没有活力 它可以增强它 让它变得非常有活力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免疫反而像这样 乱蹦乱跳 这个自己打自己 或者不该反应的反应 它可以把它平衡下来 让它乖乖的听话 还有 有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像这样 分辨能力不够 那传输因子呢 可以教育它 让它变得更有智慧 提升它的这个intelligen 提升它的intelligen 提升它的智慧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看几个实际的案例 这个叫做克隆事症 溃疡性大肠炎 至于发生的原因不知道 但是呢 这种疾病很可怕 它肠子里会溃烂 甚至到口腔 那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在2007年11月初的时候像这样 当他用了传输因子 一个月后 已经恢复到这样 可以回学校上课了 那基本上现在克隆事症 在西医来讲 还是蛮棘手的 这个吴医师 吴医师特别从伊兰跑来 谢谢 那所以呢 在克隆事症 他们有这样的案例 那牛皮症也是 挺麻烦的 那这个人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已经多年的牛皮症 而用传输因子 竟然三天的时间 就让他有非常好的改善 那这个呢 是外伤 看起来有点可怕 不过还好 现在不是刚吃完中饭 那这个本来是 已经确定要截肢了 因为他不但这样受伤 而且发炎了 所以决定要截肢 结果呢 他的医生给他用传输因子 不但服用 而且还直接撒在伤口上 让人非常惊讶的是 才三天的时间 他就发现原来 发炎现象消失了 所以立刻决定不截肢了 结果一个多月后 恢复成这样的状态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